Hello,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对生活的想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的大部分女性 尤其是结了婚之后的女性朋友 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 相对来说就容易做得多,也容易想得多 所以平白无故呢,就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烦恼 所以我就想结合自己这几年的极简生活方面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主题 就是像男人一样活着 首先第一条呢,就是不要太在意自己的外表 如果不是职业上的一些要求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男人是不太在意自己的身材样貌的 尤其是结了婚之后的,或者说尤其是工作了之后的 如果大家观察的话,工作几年之后 我们以前的像同学呀,朋友啊,或者同事 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材变化会比较明显 穿着打扮呢,也不太在意 我是八年之前跟我老公谈恋爱的 那个时候他还不到110斤 现在呢,都已经180斤了 我的几个哥哥也是一样的 就是肚子大的都可以生孩子了 有的时候在这种露天的烧烤店啊 我也能看到那些光着榜子吃饭的大叔 他们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在那吹牛 就你看他的神情就觉得很享受,很舒服,很惬意 根本不在意别人怎么看 在农村的话,其实夏天光着榜子 然后穿着这个,穿着大裤衩 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 小到像几岁的小孩 如果大的话,可能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会这样 就是随处可见 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我不是说让大家 不是推成说大家光着榜子出门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女性也可以说身材英正 也可以说骨瘦如柴 就只要你身体没有毛病 什么样的身材它都是好的 不用太介意别人的看法 不瞒大家说 其实我平时在家的话是不穿衣服的 就算我老公在家 我也只是说穿个嫩裤 就以示对他的尊重嘛 最近呢我在置换内衣 然后我都把那个嫩裤新买的 我就买成四脚的 然后我发现比三脚穿的要舒服很多 所以我以后呢都准备买成四脚的了 就是不会勒着大腿啊,很舒服 其实衣服它的作用就两个 一个呢可能就防寒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外人面前 就是遮蔽一下身体嘛 就以示文明 对吧,文明社会 所以如果是你一个人在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别人 你自己舒服就行了 你想穿什么样的就穿什么样 你不想穿也无所谓 而且就算是在冬天 裸睡也真的是很舒服的 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有洁癖的朋友 如果担心卫生问题的话 可以勤洗澡勤换床单啊,被套啊 或者说把这个床单被套啊 这个被子啊拿去多晒一晒就好了 然后我以前呢其实是很喜欢旗袍的 我也买了很多 穿起来呢确实很好看 也很显身材 但是极简生活之后呢 陆陆续续都被我断舍离了 因为穿旗袍它真的很舒服人 比如说你穿着旗袍 你就不能往哪里一躺 就感觉就是很不好看 对吧 然后呢就是它的那种 有些它是一种传统的扭扣 这种一打开啊 一扣上去真的太麻烦了 而且这个旗袍啊 它的清洗啊护理啊 也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 它只是让我们看着很好看 但是并没有让我们觉得说很舒服 去年呢还有朋友说 想看我的什么手势的分享 我那个时候还是有挺多手势的 有些比如说什么手镯呀 项链呀 戒指啊 手表啊 有些还没有断舍离的 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忘了 然后再后来呢 那些东西都被我送给我上大学的妹妹了 所以就没办法分享了 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说 我带那些东西就感觉像夹锁一样 没有空着手 空着脖子舒服 再过两天呢 我就33岁了 我老公现在都不用我喜欢什么了 因为他知道我什么都不缺 什么也不想要 就是简简单单就好 我是从三月份 三月份搬出来 就是体验现在的这种 一无所有的生活状态 然后到现在也快半年的时间了 那我用我的生活时间告诉大家 就是说鞋子可能两双 换着穿就够了 我再加上我的在家穿的拖鞋 总共才33双 那衣服的话 其实不过是需要十几件 其他生活用品 就是更是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的需要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像身材外貌这件事情 只要你舒服就行 你没必要那么讲究 也没必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 管他们想什么呢 关我什么事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说做一个独立的人 要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这里所说的独立啊 除了是经济上的 还有精神上的 因为经济上独立的话 对于现代女性来说 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也要感谢这个北大的时代 但是呢 只是经济上独立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精神上的独立 很多女性在外面辛苦工作 就回到家之后 还要照顾一家 一家老小的起居生活 就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要同男人去商量 会觉得这样呢 就很辛苦很累 这样的独立 它只是表面上的独立 其实心里还是觉得说 需要依附别人 我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像我婆婆 她一辈子都在伺候我公共 真的是用伺候这个词 就是我公共在家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做 连自己喝茶都要等着 我婆婆给她泡好 洗胶水呢 也是说我婆婆给她准备 就付出很多 但如果说你付出太多的话 没有得到回应 你难免会有抱怨 所以她经常 比如说会骂我公共啊 或者干嘛的 就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 但我公共也 脾气也比较好 也不会在意这些事情 但你老说 你心里肯定是有怨气的 你自己也不舒服 对不对 你还不如不干 落得一个这个身心都很清闲 而且我婆婆 她自己是有工作的 她哪怕是退休在家之后 她还是会在外面找活干 经济上一定是独立的 但是呢 她就是家里什么事情啊 或者她个人的什么事情啊 她都喜欢找我公共商量 哪怕公共不在了 她有事 也一定会找我老公商量 总觉得说 男人的话就更可信一点 但是如果决策不好的话 最后肯定会 她肯定会骂她 就是别人出了主意 就不需要她负责了嘛 平时婆婆对我 其实是真的很好的 然后对我如果说 有哪个不满意的话 那就是我不能 把她儿子照顾好 确切的来说呢 就是我从来不照顾她儿子 毕竟那也不是我儿子 也不是三岁孩子 所以也不需要说 谁去照顾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句话叫什么 女人不能上桌 就是这个说法 我记得 我第一次去我老公的奶奶家 然后当时呢 我老公她一个嫂子 上桌陪着我 就是其他的女性 都没有上桌 我老公说 因为我是贵客 所以呢 才有资格上桌 不然呢 就跟她的什么奶奶呀 还有我婆婆 还有几个姑姑 还有姐姐 就好多人 她们都没有上桌 然后她们就要等着 比如说吃小桌饭 或者吃别人剩下的这种 我呢 是在农村长大的 农村在这一块 真的特别明显 在我的机里面 家里面只要来客人 就家里面女人呀 孩子啊 她是没有资格上桌的 就形成这样一个传统一样 但是你想满桌子吃的 其实都是女人来张 张罗准备的 对吧 比如说哪天 要是我哥哥要下厨了 他一定要发个朋友圈 炫耀一下 我今天做饭了 大厨啊 什么什么的 所以有些朋友 可能听到这里 会觉得很可笑 或者很惊讶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原生家庭 不算是很好 所以我就是从小 学着自己做决定 也是因为多读了几本书啊 所以呢 就没有太被长辈的 这种传统思想影响太多 但是我能从我的嫂子 身上能看到很多 我觉得她们其实是 怎么说呢 也不能算是说 深受传统的思想毒害吧 但是她们其实我觉得 就有点过于依附别人了 就是什么想法什么的 都是觉得男人说的对 像我平时工作上的话呢 事情是不会和我老公商量的 生活当中事情的话 跟她没有关系的 我也不会征求她意见 可能就是太独立了 反而搞得她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她就是会在我手机 查找里面分享我的定位 就是看不到定位信息的时候 就会给我打电话 问我在哪 搞得我同事都觉得 她管得太宽了 毕竟呢 她就是只是说 想知道我人在哪里 和什么人在一起在干啥 她也不是说 时刻跟着我 所以呢 我其实蛮喜欢 这种无拘无束的 这种状态的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既然咱们有机会 生活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 为什么不能充分 利用好这样的环境 让自己的这个一生 过得再舒服一点呢 就你管好自己的 吃喝拉撒睡 经济上 还有精神上 尤其是精神上 因为经济上独立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但是精神上独立就没那么难了 你要学会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不给别人添麻烦 更不要依附于别人活着 我看好多电视剧里面 就是依附别人活着那些人呢 其实大部分 怎么说呢 也都不太幸福 对吧 当然了 如果你说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呀 那当我没讲 像人生价值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高尚 什么低俗 也没有什么 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只要你觉得幸福 那就好了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要永远保持一颗同心 和好奇心 有句话就叫 男人致死是少年 女人致死是少女 听起来两句话放在一起 会不会觉得很 很讽刺 对吧 但这句话其实也说明什么呢 就是男人他更在意内心 而女性呢 更在意外表 可是女性致死 其实也可以是少年呀 永远热血 永远激情 对吧 永远保持一颗同心 还有好奇心 相信我就是真的 当你尝试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世界会发生 很大变化 就是你会发现 你的世界会变得更大 更美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地球 呃呸 是这样吧 女人来自金星吧 就大概就是说 从不同的角度 来说明男人需要赞美 需要鼓励 女性呢 可能更需要理解 需要关心 男人和女人 他在身体结构上不同 所以性格上会有一些差异 这很正常 但绝对不是独立的 我们这个不可否认 就是男人 他在人生的这种 文明史当中啊 真的做出很多贡献 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 所以正因为此 我们女性 才更需要学习他们 为什么男人 事业上更容易成功呢 为什么男人 更容易当上管理者呢 身体结构 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毕竟男人 他不需要生孩子 他也不需要担心说 因为生了孩子 就丢了差事 这样一件事情 但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女性她更愿意 为了家庭去牺牲 比如说牺牲你自己的事业 牺牲你个人的时间 牺牲你的自由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谁 会带着人生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 从出生到成长 它真的就是一个概率事件 你能活到什么时候 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不是你来决定的 也不是这个社会来决定 就真的是一个概率的事情 而且呢 相信大家也知道 我们也不可能有来生呢 既然是概率事件的话 就算下一个人出生了 他绝对不是你 对不对 所谓的孟婆汤呀 奈何巧啊 那只不过是故事罢了 人生它真的是一场短暂的体验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 就是你履行了 法律规定你的基本义务之外 多去体验 多去做想做的事情 这样人生也不算白活 就算哪一天我死去了 我也会觉得说 我想做的事情 我正在做 对吧 我没有去放弃它 我还在体验 那其实就过得非常好了 这一生真的很诚实了 有一本书叫 遇见未知的自己 里面有个观念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人生所遇的事情 无非就三种 老天的事 别人的事 还有你自己的事 你不需要为别人的事情 徒增烦恼 那哪天下雨 哪天刮风 你管得着吗 你管不着 那你说 那别人要上天入地 要干什么事情 关你什么事呢 你把你自己管好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能看到这里的朋友 应该是一些女性朋友吧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 生活上的思考 人生很短暂 且行且分析 且行且珍惜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